大家好,我是杨树文 他们写功课,还要担心孩子不认真学习耽误了功课 我在这里给大家打打气 分享当初美国疫情高涨时 我是如何辅导家长及孩子们一起走过来的 首先,我想告诉家长的是 先把对孩子的要求和期望降低一些些 请记得,现在是一个非常过度的时期 不会是一个永久的状况 所以我们不需要过度担心孩子的成绩表现 而孩子也在适应这个新的变化 所以家长要写作孩子吧 该做的事情切换成一个个小小的部分 逐步来完成 可以从最简单的开始 每次达成一个小目标 只要孩子完成,就给孩子鼓励和赞赏 这样做比和孩子角力拔河更为尽心 当然也更有效率 第二个呢,我想邀请大家们换位思考 过去我们可能工作太忙 没有太多的时间陪孩子 而有罪恶感 现在因为一家的关系 我们有了和孩子更多亲密共处的机会 所以不如把危机当作转机 善用这次的机会来学习更加了解彼此 提高亲人间的问情指数 有一位美国的爸爸就很感态的说 过去没有时间陪家人 凡是在一家的期间呢 能够全家人一起吃饭 吃晚饭 一起出门散步 这是他们好久都没有时间去做的事 他也才发觉 这样的简单的生活 对家人的滋养有多么的重要 希望以上的分享能让大家安安神 相信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个事件 都可以把它拿来当作尽心学习的养分 最重要的是珍惜与家人每一刻的共处 为彼此创造更多和解及美好的回忆哦 我是杨淑文 谢谢您的聆听